而在結束了漢光演習之後 總統馬英九呢 他也隨即趕到了府仁大學 參加了釣魚台獵雨國際研討會 在致此的時候 馬英九又強調了一次 說在歷史上 釣魚台呢是屬於台灣的 而最近簽訂的台日漁業協議 雖然擱置了主權爭議 但是雙方共同開發資源 是台日關係的一大進展 我當時想 我是在那裡從雙方雞腿講 但是我今天來呢 我要跟各位報告不一樣 松了一口氣 總統馬英九笑稱 在釣魚台議題上 總算能開啟新的話題 4月10號正式簽署了台日漁業協議 讓東海海面的風浪和緩 不再劍拔弩張 在釣魚台列宇國際研討會上 馬總統除了從歷史脈絡 重申主權在我 也強調主權一十三刻無法解決 從漁權資源著眼的台日漁業協議 擴大了四千五百三十平方公里的漁場 加上免責條款 讓雙方在不影響彼此法令的情況下 就增加兩國權益 這個漁業協定對於我們東北角的漁民來說 甚至於對於其他的城市的漁民 我們這漁業協議簽了之後 連東港的漁會沒有打電話來問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漁業協議帶來的好處 馬總統很滿意 緊接即將到來的漁獲旺季 漁業協議效果有多大 漁民們很快就能感受到 郵電TV 影志剛 陳一秀 台北報導